于是发生第一次爆炸后远落过程中,与气流炙烈磨碳产生高温,高热导致于是外部元素融融,所以高空爆炸有时的边缘多是圆滑光润的,而低空爆炸或有时在远落过程中发生碰撞导致的次爆炸,这类有时的边缘叫高空爆炸有时边缘要锐利许多,甚至形成边角击折,热面玻璃的状态,应该说,于是的形态是多样的。 是你想不到的,归列纹,远时远落过程中,除有暴雨出现的,荣效则会出现均略现象归列纹,远久则容易导致荣效部分脱落,或全部脱落,因多数远时含有金属铁,如果一个普通球粒陨石来到地球很长时间,铁金属样化生锈,则铁金属转化为质铁矿,导致远时体积膨胀,出现裂缝均略现象。 这种远时融合不会是新鲜的黑色,凤门橙刻红色,融翘的有无,融翘的厚度,融流的方向,融流现在有无在远时鉴定过程中,被专业人士所看中,高空爆炸远时的融翘厚度多在一毫米左右,局部甚至超过二到三毫米。 有足够的距离正远时在远落过程中缠烧,于时的融壳就鲜明典型,次爆炸发生的高度同样也决定新鲜对面融壳的厚度,距离大则融壳要厚,距离小则融壳要薄。 无论如何,次爆炸有时产生的融壳多保余首次爆炸的融壳,于是进入大气层,但是由于其体积有限,所以产生的破坏力都非常小,甚至没有什么破坏力,所以并未对地球造成伤害,而对地球来说极度危险的小行星却极其罕见。 它们的破坏力非常惊人,直径50米以内的小行星,其冲击力大约为10兆多,其不会撞击到了地球表面,直接在大气层中燃烧带近,直径75米的小行星,其冲击力大约为10到100兆多,其撞击地球后的结果类似于通步自大爆炸,会摧毁一座小型城市,直径160米的小行星, 其冲击力大约为100到1000兆多,其撞击地球后的结果,会摧毁相当于东京或纽园市大小的城市,直径350米的小行星,其冲击力大约为1000到1万兆多,其撞击地球后的结果会摧毁美国一个小行周,撞击海洋会造成海啸,直径0.7千米的小行星,其冲击力大约为100到10万兆多,其撞击地球后的结果,会摧毁美国一个小行周,撞击海洋会造成海啸,直径0.7千米的小行星,其冲击力大约为100到10万兆多,其撞击 会等同于美国基尼亚洲面积的土地,直径1.7千米的小行星,其冲击力大约为10万零零万兆斗,其撞击地球后的结果会造成全球阳尘天气,摧毁法国国土面积大小的区域,云石元素分析,目前是确认云石的最佳方式。 云石元素据我所知,有的人有一些,但是这些人为了不让自己的生意冷场,出具夹也是报告证书,心有误以为,是真就拿出去到处交易,结果损失不小的经济损失,仪器只是出具元素,而有时数据库才是判定是否云石。 但是有些仪器是不能测试于时的,必须拉慢,或者X荧光针红光谱仪,这种硅酸岩与金属结合的才可以,因为很多远石都是硅酸岩与金属结合。 目前湖南中力掌握全球各类远石数据,供大家原素分析使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